再来 在书馆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不是情因素了 那个时候我也在找情因素 看到你的时候 我还真的以为是他 但是我后来突然接到 情因素的电话 我也是到了这里 才知道一切的 我姐能找你 说明她很信任你 算是吧 毕竟我们也是 那么多年同学 这么多年 也互相扶持着走下来 我亲眼看着她 跟江村结婚 也看着他们俩冒合神灵 黄家文 我要问你们件事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我还爱她 但是她心里面 只有江村一个人 所以 你就把你和我姐的照片 寄给江家 那个时候 你姐一直不理我 我也没有办法 我真 就当我求你 别把这件事告诉你姐 我现在只想做一个 朋友的身份 陪在他们母子身边 是真的吗 以前我一直想让秦烟素 离开江家 我觉得那样是为了她 但是这次看到 她为了保住 她跟江村的孩子 那么拼命 我是真的死心了 我明白了 怎么发生了 要那些封烟素 我受了 没事 医生说了 孩子能吃好 放心吧 有我们的 不过有事 姜伦 说 这是不是我们的报应啊 说什么呀 就算是报应也是 我没有好好抓捕你 你的报应 知道了 你身为一对说梦的人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 有多高兴 就算有我们一天点的行 我却行 也是我们两个宝贝 我们也可以 把他们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地养大 的吗 知道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就是在你和孩子 但是我都做了 我这辈子 我知道了 这辈子只要有你和你孩子 就够了 你怎么做 情况不是太好 老大呢是得了中末型心脏病 目前现在没有治疗的办法 只能靠药物来控制 等他长大以后呢 条件允许了 可以考虑做进行心脏移植手术 老二呢虽然心脏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早产 产妇本身的体质也不好 今后呢身体发育 可能会比同龄的孩子 要迟晚一些 不是这样 我知道你们担心孩子 说实话 我们这儿的医疗条件呢 是有限的 这种情况见得也不多 所以我建议你们把孩子 尽快送到大医院去 活着啊 活着 你怎么就这么轴呢 年轻你姐姐跟妈都不相信 你还能相信谁 现在好了吧 你也只想保住自己的孩子 你非要跟来 孩子在安心幽灵 你都怪我 这都是我的错啊 什么意思 你要是这么讨厌我 这么不想听我说 你直接把水晶扔海里就是了 你怎么来了 眼睛怎么红了 你哭了 没有 刚才风大 没眼睛了 哪儿来的风啊 刚才有风 现在风停了 是不是想起什么记忆啊 什么事 想起了一些不该想起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行吗 谢谢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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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 你马上来红岛 要多快有多快 好 喂 姐 你怎么样了 好脸了没有 你现在有空吗 我想见见你 好 我现在马上过去 这谁的 这谁的 你做错了呀 江先生 今天晚上想请谁吃饭呀 我太太 是要和夫人煮光晚餐呀 这样我建议您要不然 改到我们酒店的海边餐厅 桌数不多 您可以包场 而且我们现场还有乐队伴奏 环境非常地好 那儿吗 对 那边 环境是不错 不过我不知道 晚上会不会风大 我怕我太太着凉了 江先生 您真会开玩笑 不好意思啊 抱歉 还有意思 您的这个手艺铃声 跟我太太是一样的 是吗 那我跟江太太很投气呀 这样您更得听我的了 说实话 咱们烛光晚餐 吃的就是一个环境 谁在意吃什么呢 只要是够浪漫 够情调 一切都不是问题 所以说我建议您啊 选我们酒店的海边餐厅 好 听你的 海边餐厅 这支音乐可以传我一份吧 最近好像 越听越喜欢了 好 回头发给您 谢谢 小枝 其实这根本就不怪你 都是我不好 我就不敢瞒着你 早该把实话告诉你 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了 姐 您还是说我两句吧 这样的话我更难受 真的 姐真的不怪你 是姐自己命不好 本以为嫁给江村 会觉得很幸福 可没想到会是这样 那 你还有什么打算吗 我现在还没想好 孩子又这样 我暂时也不能回去 江家那边 还要靠你再帮我 撑一段时间 姐 等我想好了 我一定跟江村 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 当然没问题 江家有我呢 现在最重要的 是你跟孩子 要把身体养好 其他的 就是希望 姐以后你不要再瞒着我了 这么大的事 连黄家文都知道 就我不知道 你放心吧 姐以后什么都不瞒着你 都告诉你 好吗 好吗 还有就是 妈那边 我还没告诉她 没关系 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你跟孩子好好的 你以后你说什么 我都听你的 这是我的好妹妹 你这一趟啊 真给我折腾得够呛 来来回回我这儿跑三趟 就你给我开那工资 还不如不发返回 我这么辛苦 你好歹你告诉我 你这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 求婚 不对 离婚 好像也不对 说实话啊 说实话啊 好久了 我都没看见你 对谁这么要心 我觉得 失忆的不是秦云素 是你 萧师傅 我这辛苦一天了 你羡慕杀驴 念完经打和尚 我这一天我 我这 酒我都踩油门 快抽筋了 你好歹上楼 给我开个房间 让我歇会儿 你干嘛 干嘛 收拾收拾 站住啊 站住 这不过就是 委屈我孩子了 姐 咱们一定会治好的 这儿看不好 咱们就去秦岛 秦岛看不好 就去北京 北京再看不好 我们就去美国 总会好起来的 姜村不喜欢孩子 他要是知道我怀孕 肯定不想留下这个孩子 还有姜博 她也容不下孩子 安依丘跟姜博 狼狈为奸 他们要是知道我怀孕 孩子恐怕就留不住了 你要是不信姐的话 可以把这药拿去化验 怎么还在这儿啊 喂 我刚之前说过 东西放错了 怎么还在我房间啊 什么 隔壁房间送来的 的 好我知道了 好 好 好 来 来 坐 我今天在外面转了一天了 挺累的 搞这么隆重的麻 去那吃点酒了 怎么给我穿我送你那衣服 你那衣服呀 肯定得配高跟鞋 你看这路又那么不好走 我白脚怎么办 再说这都是海 万有掉海里的 我以为我已经够不浪漫 我没想到你比我还不浪漫 这不是不浪漫得 看和谁浪漫 再说了咱俩又不是拍韩剧 这海风这么大 吃一肚子海风 这不拉肚子呀 你今天是怎么了 我把公司所有的事情都放上 就是为了跟你来培养感情 你倒好 要么就是神楼见手不见不 这样不就是一见到我 就冲我发鼻子 我想知道 我 我到底哪儿 哪儿惹着你呢 你 你 是否真正的 你看这好 你还似不明白 你还能够靠我 为为了温暖 说那一天 就不是想到哪儿了 这一天 也不浪漫 我还能够靠我 你还能够靠我 再说哪儿 我一天 我会想到哪儿 我还能够靠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 来了 来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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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什么 你点了那么多干嘛呀 你人哪吃完啊 吃香酒啊 吃饭呀 你精心准备的 你也得吃啊 那刚才你怎么不在下面吃呢 好香啊 你吃 吃啊 我呀 有时候真的不知道 你心里在想什么 真不错 你快尝尝 好吃吗 好像确实不错啊 我又跟你说了吧 好吃 让你来忙什么呢 快点 没人给你抢 来 擦擦 我 我没忙什么呀 这儿不是老家吗 我就想到处走走 看看能不能找回点回忆什么的 这儿是你妈 妈 妈 妈回 回秦岛了 所以我也打算回去 其实啊 今天找你吃饭是想跟你一个 接着电话 喂 还亏得想得出来 我吃到了 你吃了 博尔瓷食了 已经两天了 问他为什么他又不说 那 那你赶紧回去吧 我今天实在太累了 我就不给你回去了 行吧 你要是觉得在这儿轻松的话 你就在这儿多休息几天 休息好了 我让方美厨回来接你 不用不用 我自己能回去 随你吧 其实我今天跟你吃饭啊 确实有个东西我给你 我知道 就是这个吗 我家还挺好玩的 你晚上就别开车了 这么晚呢我开车不安全 我给你叫个代驾吧 你回去路上还能休息一会儿 没事 我有司机 方秘书来了 他来干嘛呀 早就叫他来了 对了 对了 你老的太阳啊特别地毒 你一个女孩子家 连个防晒也不备 来 出门带着她 她也没有办法意识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防晒啊 我在小刘远 给你收拾行李的时候 发现的 你肯定是跟老板娘穿透好的 要不你怎么能提前 给我收拾行李呢 我一个天方也要擅长的 你肯定是跟老板娘穿透明了 我一天想就能推荐 你肯定是把这一部摇动 你肯定是把这事也跟有人交扇动 我那肯定是跟老板娘穿透了 我那需要这些东西 你肯定是把这些东西 你肯定是否定 可能是 Steve的 我那时是我的天方 江村能当我傻啊 我当然知道你要干什么 可是你搞错了浪漫 选错了对象 江村你也许会是个好爸爸 只要孩子们渡过了危险期 姐姐就会得到幸福的 姐姐就会得到幸福的 这么长时间啊 你要是守得走 你就别下来了 你留下 我回去照顾那个江的小姐 送了没有 接着这儿 不着急 总会有机会 博尔 你这几天不吃不喝得怎么行啊 谁惹着你了 是不是那个陈先生惹着你了 哪个陈先生啊 你们烦不烦哪 都出去 都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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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一下 说吧 这个陈领生到底怎么回事啊 问你什么事 嘟囔什么呢 问你话呢 那个陈领生到底把博尔怎么样了 我真的不知道 原来博尔跟那个陈先生 本来是挺好的 有说有笑的 又吃又喝的 前两天出去的时候 还开开心心呢 可是一回来 就不吃不喝了 这个陈领生 看着倒挺老实 倒是把博尔控制得牢牢的 安医生 先生真的不在家 跟英素去旅游了 这博尔要是有什么事 我可真担不起这个责任 他们上哪儿旅游去了 先生 你可回来了 你快去看看博尔吧 他就听你的 阿姨来了 博尔不肯吃饭 我来给他送点药 放心吧 我先去看看他 这是谁呀 还跟小时候似的 你不高兴就躲在被子里蒙着头哭 来 我看看 这是谁呀 呦 是博尔呀 老公 老公 别伤心了 别伤心了 告诉哥 这谁欺负你了 哥找他算账去 我 我觉得我被陈领生耍了 他根本就不喜欢我 我这么死皮赖脸地黏着他 我觉得我自己呢 还没有自分心 当是谁呢 你本来是陈领生了 他有什么好 你喜欢什么样子 哥再帮你找去 我就喜欢陈领生这样了 你可为这么冲 那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哪儿不好啊我 谁说你不好了 我们家博尔长得又漂亮又可爱 他很温顺呢 是不是 他敢不喜欢你吗 打狗还在看主人呢 是不是 别闹了 哥 笑了就行了 不哭了 陈领生呢 有空哥去跟他谈谈 好不好 真的 哥什么时候骗过你 拉钩 好 赶紧洗把脸洗把脸 去吃饭 不许哭了啊 不许哭了啊 来 明天早餐 什么了 这手 手包还是不太方便拽 来 你帮我打一下 先生 我可不会打领带 要不你让英素帮你忙 英素回来了 是吗 你去 帮助你工作人员 专楼 你得帮我个忙 来 你看我干嘛 都不是一次见 晚上出去吃吧 家里气氛也不好 我有事跟你说 不行 我有约了 约谁啊 您退休吗 早都说好了 好 可不是你老公吗 那也得分个先来后到 那你最起码能够告诉我 你约了谁 我也知道我派在谁的后面 我约了孙太太他们 早就说好专业一起吃吧 那好吧 那 我就派在他后面 我去上班啊 我去上班啊 今天是上海竞标宣布结果的日子 我这个设计总监肯定得在啊 帅哥哥 你要不要带我一程 走 今天是星期五吗 对啊 星期五 怎么了 我约了宋太太他们 早就说好周末一起吃饭 我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给我太太下的迷魂汤 就我一个劲地说她好 说什么平常喜欢搞点慈善 周末总是去福利院给孩子教书 陈领生 哥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早点不想想办法 我给你放假 这次是旅途 赞点新闻 我给你放假 周末总 你干吗 一会儿设计院有未来人 你不怕是陈领生 不怕他干吗 我又没对不起他 再说了 公是公 私是私 难道陈领生不喜欢我 我还不上班了 那想他最好 改变你长大了 哥 你别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你爸还吓人呢 你别忘了啊 你得是答应我 要找陈领生谈一谈的 在这之前呢 我也答应你 尽量不耍小脾气 尽量不耍小脾气 我 这么多人呢 江总 江总 我 上次说我不对 我道歉 陈先生 你用不着道歉 我们现在是工作关系 公事公办 好吗 祝你投标顺利 哥们儿什么情况 咱们不会被出局了吧 没事 谢谢你啊 帮我联系徐教授 要不然的话 孩子转院 肯定不能这么顺利 跟我客气什么 虽然情愫不招人待见 但孩子是无辜的 这忙我必须帮 谢谢啦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这个药 你得帮我化验一下成分 没问题 你怎么了 怎么开始吃药了 这药不是我吃的 我回头再给你解释吧 我今天该给服务院的孩子 上课了 先走了 去吧 去吧 好 肉依 经过我们董事会的 认真讨论 下面我宣布 此次项目中标的单位是 海华设计事务所 这不欺负人吗 明明摆着我们这个设计 比海华好 他不是一丁半点啊 我找江村去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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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在我意料之中 你说你跟江博闹什么呀 这标搞不定 你连我也给拉下水了 陈里商 这件事我一人送市医员当 好 我扛着好 又不敲门子吧 哥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为什么要把建筑设计 研究院踢出局 我不相信以你的眼光 你看不出来他们比海华好 我不可能让你再跟他的做法 这也是为了你好 我也不可能让那个小子 有技可乘 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其实我已经去找过陈一胜了 我让他离你远点 人家都说了不喜欢你 做什么也没有用 不要强求 而且他接近你 你敢说他不是 为了这个项目吗 哥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现在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我在追他 你这么做的话 人家别人会说我假公济私 他这样多丢人哪 假公济私就假公济私 我都不怕 你怕是吧 再说了 这么大的项目不得而喜 他一开始抱着目的接近你 他就应该想到 有今天的结果 我知道你这是为了我好 但是你也应该 实现跟我商量一下 好歹我还是个设计总监呢 好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就问问 你平时认为他有能力 承接我们的项目 你机会都不给他一次 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啊 不是我说他不行 是爸说他不行 有什么事你跟爸说 你 回来 你看这些小兔子可不可爱啊 可爱 那我们这节课来画一个粉红的小兔子 好不好 好 这节课我们比赛 看谁画得最好 老师就把兔子送给他 乖 赶紧一下устить发吧 我要开始 kiedy时了 infin exciting 好像要开头 amos 啊 我们算得以前 Work 我这样 你怎么想起来 来这福利院了 那天宋贤在海边说的话 已经问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你说秦英素当老师 我也觉得奇怪 我以前啊 只听说过秦英素 逛街喝茶刷卡消费 还不知道他 可以交出预言呢 世界变化 发得太快了 进去看看 好 天哪 天哪 秦英素 还问我话话呢 这房子怎么办 我说话话话 你躲什么呀 弄得跟座子一似的 我也不知道 你 你既然 既然你不想让他知道 你来干什么来吧 你什么时候 听着这偷窥的爱好啊 小眼神 怎么说你也是 江家的大少爷是不是 地产公司的老板 你说你拉着我跟踪你老婆 不是 你现在玩的什么花样啊 这是 爸 我心里 喂吧 你去到刘晓月了 江村 江村怎么回来这儿呢 您说我看错了 我说你跑什么呀 跟做贼似的 让秦英素看见了更好 你就等于是 老公来探老婆的班 对不对 顺便问问他 怎么就转来性了 他这样我都有点不认识他 别说是你了 我都觉得奇怪 这变化也太大了 那你就更应该当面问清楚 顺便好好夸一夸你老婆 我觉得他从医院出来 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到底想干什么 那你觉得他是变好了呢 还是变坏了 你不用回来 你自己知道就行 走吧 去哪儿 不还找我 秦英素 我认识你这么久 还从来不知道 你会画画吗 你还有些什么时候 不知道的呢 我这小姑奶奶 你不认识交这两盆 把她给交死了 爸 别的也交一下 你别老指挥了 我都不知道该交哪个了 来 来 你这个 你这个 来 来 陪你 陪你点就好 啊 可以 这样吧 可以 少量多餐 哎 哥 你来啦 爸 您找我 不是告诉我说 爸 上海的这个项目 你否了设计院的设计图 还说是我的命令 是吧 爸 我跟您商量过了 您也同意了 得了吧 哥 我可是问过爸的 你这叫假传圣旨 要不是我机灵啊 过来问一嘴 陈领生得被冤枉死 我可没胡说 爸 您忘了 我们当时一致认为 陈领生认识博尔的动机不纯 所以我们决定不再用他 而且他的设计确实不怎么样 你什么时候给我商量过 你什么时候给我商量过